一天的行程 从吃早餐开始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下来吃早餐 所以每一样东西呢 都特别想吃 但是又怕拿多了 又吃不完 那时候又浪费 我看到人家虾粉啊 啥的好想吃 只有我大早上的吃这个蔬菜沙拉 然后吃一个煎蛋啊 一点水果啥的 看看等我把这一盘吃完了之后 还有没有那个功夫感 能够再下一碗粉 来了这么多次的长沙 第一次来到这边的博物馆 往常来长沙的话呢 像年轻人一般都会体验一些夜生活啊 还有那个夜宵摊的文化 这一次来到了长沙的规划展览馆 还有一个长沙的博物馆 你来感受一下这种历史的感觉 我们要先参观这一个长沙规划展示馆 然后再到上面的这个长沙博物馆 下一次来长沙的时候 一定要多多打卡 多几个点 嗯 嗯 我们现在进到了这个长沙的博物馆当中来 但是进到博物馆当中呢 不能大肆喧哗 然后也不能用那个稳定器 还有自拍杆之类的东西 所以就只能咱们安安静静的 沉静式欣赏就好了 嗯 嗯 好的 这个就是民国草民 民文的仪项链 这个跟我对口 谢谢 谢谢 这个就是通用的银元 五元整 以前的五块钱是这样子的 五百元跟一千元那种 传说中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就是说的是这个吗 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姓陈 每个姓是捐赠的 小雨他们就姓陈 但是口罩都不认识我了 终于到家了 熬了两天 又开始毒奶了 我的喜乃气死我 一口水就流汗泪了 来自己喝啊 看好多钱啊 看好多钱啊 眼睛也要吃啊 哈哈哈哈哈哈 厉害了 伯伯会会自己喝奶了哟是不是 嗯好棒啊你是不是 嗯你棒吗 我才不理你呢 那个小眼神 你 来放哪里 来放哪 哈哈哈哈 哦 跳得了你 跳得看几个脸你 啊完了不是奶 原来是药 哈哈哈 没有钱 被骗了 哎哈哈哈哈 不对 这个味道不对 哈哈哈 对不起 那个味道 谢谢 是的